此影片由安森丹的Traveler 作手過客,獨家贊助! 安森丹,其實他也是一位Drifter 跟我一樣喜歡車子,也喜歡挑移 也有把Drift活動拍成Vlog,跟大家分享 同時,他也有另外一個頻道專門分析加密貨幣市場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到我以下的連結,去關注安森丹 Defense 開箱 這個是蓋上去的,如果你們有看之前 它是裡面做Clash Farm 所以現在這邊就切一個洞 咦? Tekuchi 真的嗎? 咦? 這要是Tekatala嗎? 對,Tekuchi 哦~~~ 這個洞在裡面吶 可以啦! 在裡面吶,這個裡面吶 所以這個就是350 的Clash Farm 裝飾的,感覺 垃圾,裝飾的 不過這個很值錢,我要收起來吶 以前如果是用350的 在裡面,它沒有一個叉,這樣子去勾它 所以,它一爆叻,就要上下雅箱 所以,推! 講真的啦! 哇,不知道我的這輛山豬2JZ 來不來得及去KK 如果來不及2JZ 我的山豬的話啦 KK的飄移比賽,我就可能是沒有去了啦 我知道,秘力少了我這個靈魂任務 出去參加飄移比賽 我的粉絲,會很失落 我的滯動員朋友,他們會感到難過 但是,是啦,這個是事實啦 我的車的修不好,做不好,改不好 怎樣去? 又要去拿東西了! Turbo is the best! 哇,下西北大雨哦! 我現在才剛剛拿好我的 Head Gasket 2JZ GTE Head Gasket 等下猜給你們看 Oh my god! 沒有油了過賽車啊! 是1.2mm的厚度 Turbo 咧,之前我有買過他東西 然後我女朋友的戒指啊 啊,這個東西咧 啊 加錢 哇,裡面還有這個非常昂貴的記憶 啊,這個才是真正偷妹嗎? 那個戒指那些,哪裡是? 哈哈哈哈哈哈 裡面其實就是一些... 你要拿一個? 日本的東西啦 你要拿一個,我給你一個 你要拿一個? 這個是好料來的,ok? 所以有了他,我才能夠把我的引擎叻 放Locom一點 因為NA嘛,所以我要給他 Turbo車 Locom 這樣子我才能夠增加高一點 啊,現在我要把車上所有沒有用到的東西 先搬下車 然後我再把車送去 工作室 過後就把引擎拿下來了啦! 最後一次看到,它是RB25了 聲音再聽多幾下啦吼 現在先給你們看這樣子先 ok 可以鎖上去就是這樣子哦 其實這個是我之前 拜託Johnny幫我去找的 好,現在我來拿我的油嘴 還有這個 Socket 這個是插油嘴上面的 這油嘴叻,我是拿Bosch 1000cc 的 為什麼會拿這個偏好? 就是因為電板裡面其實已經有設定好這個油嘴 所以在調調調調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啦! 其實如果要600匹,應該850cc會足夠啦! 不過這次預算有多少,所以就拿一個1000cc 也比較安全 日後如果要上到700匹,應該也是沒問題 所以這一個是牙箱的貓廳 不會講很貴啦吼! Lazada上面買的價錢就在旁邊了吼! 車就放在這邊了! 整個計劃叻 我覺得先等他們做出來,然後我再跟你們解釋啦! 這一次的改裝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改裝! 完全是依照着,我們飄移的設定來去改這輛車啦! 整個過程我相信應該會耗時差不多 一個月,如果快的話可能半個月啦! 所以RB25的這個旅程,就是這樣而已咯! 很感謝RB25沒有讓我在這個比賽還是練習的時候出現大問題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小的問題 比如說intake manifold,低汽水 還有fuel pump,那時候有問題,換了一個fuel pump就再調過 很期待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 Full bucket! 你知道啦,我的山豬不是用Full bucket 而且椅子實在是太大張了! 我就在淘寶下單了,這個Full bucket 寄到來運費,海運差不多是850塊 其實跟我的紅豬是差不多一樣的,只是說這個它是沒有配合的啦! Bright Lomax 850塊 因為Full bucket叻,它可以裝5.4安全帶 如果我要比較好的5.4安全帶,這個就可以勝任! 最重點是Full bucket,它可以包到你的身體包比較緊啦! 你要想一下,如果你在跳椅的時候叻,你的身體會隨著車子而放動啊? 啊!除了有這個Full bucket 我們也收到來自 阿傑 JST Turbo 啊,我還沒有開的,你看啊!我還沒有開的 要拿刀片來開一下 以前RB25那一顆GT30其實就已經是很不夠了啦! 為了要應付,為了要達到600匹 OK!我覺得,渦輪也是時候要升級一下 Oh my god! 這個帽子 JST Turbo 如果你們誰想要這個帽子的話叻,我會抽獎分給你們啦! 留守到最後,ok? 回油跟進油Turbo的,它有送一個渦輪的車子,叫你怎麼解決你渦輪的問題! 還有,它有平衡報告 在出貨之前啊,他們都會測試他們的渦輪 看一下他們的渦輪液片會不會平衡 JST Turbo貼紙 非常漂亮,謝謝阿傑! 那你們要這個貼紙留守到最後,ok? 哦,又是貼紙,貼在我們的車上面的啦! ok? 貼紙留守給你們看! 這個Cram,它也是有給這個Cram Turbo的 哇塞! 這個就是GT3582 GT3582 它這個滾珠渦輪有跑油冷跟水冷 T3的接口 這個就是我的2J的渦輪了! 再次感謝JST Turbo支持我們這個2JG的項目 那我不會讓你們失望了吼! 這個渦輪我一定裝在我的2JG! 期待2JG的到來吧! 嗯?奇怪我的渦輪呢? 我的渦輪在哪裏啊? 诶? 這是我們台灣的... 鳳林缸 這是我們台灣的渦輪 但是我不是要找這2顆啊! 我的渦輪在哪裏啊? 師傅! 師傅!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渦輪啊? 師傅! 你的渦輪 丹尼兒已經進到馬來西亞 給錫維勝了 丹尼兒咧? 丹尼兒! 丹尼兒! 诶?丹尼兒跑去哪裡了啊? 丹尼兒! 丹尼兒跑去哪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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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到一天,他們就借了另外一顆2JG放進去 飾一下 那我的鞋箱,已經裝上了啦! 這個是戰時界的引擎 OK,這個就是帶來的膠喉 Turbo Manifold 鞋病,換鞋的地方 還沒有成型? 打開的時候,其實也發現到 我的引擎充電也是GG了啦! 所以他們現在也是叫我去找引擎充電 這是他們暫時跟我放上去的 引擎充電,他們講可以用 BMW E46的啦! 這個就是原裝 Toyota的引擎充電,2JG的 那RB會去哪裏呢? 敬請期待! 這個慢一點先 等我找到那個椅子腳出來先 Lim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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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啊! 這樣啊! 這樣啊,不能夠我頂到啊! 我要這樣啊! 如果是,如果你那邊是這樣啊! 那才每次寫進去 是這樣 踩動它,然後就可以錯了 我先往右半掉了 哇,輕哦這個! 這個 剛才出去打包了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這個 Side 50 throttle of body 第二個就是打包這個 E46 engine mounting 開引擎充電也可以用啦,ok? Side 50 throttle of body 這是我之前買的肉車 給我 咔嚓!掉了 那其他的東西,我也是會收起來啦 比如說它的大鏡,後面的鏡子 如果有誰剛好要的話叻 可以跟我講一下 前面的車腳,我會收起來 它的setting wrap,我會收起來 其他的能夠賣就賣咯 這個是RB20NA Single overhead cam 不過也是沒有用的啦 這個NA的puit 引擎腳已經做好了 從車身支撐去引擎的那個腳啦 現在··· 就是等我的引擎弄好 基本上就是引擎開始拆拆了 換Gasket,換好了 再換我的ARP螺絲下去 就可以帶過來這邊裝了 其實我本來想買那個Sephyro的body kit 裝上去,我在Soppy也是有看到 或者Lazada也是有啦 他們有賣給Sephyro的body kit 從bonnet,前面bomper,skirt,還有到後面 但是,你看我的後面都已經改成這樣了 唉··· 賣body kit又不是我,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車尾燈不一樣 我的後面也沒有整條的bomper 所以是不剛的啦 如果是真正Sephyro的話 它的這個plastic的bomper 它是延伸到這一邊的啦 這個現在是鐵了嘛 因為這個是skyline,看到沒有? 呵呵呵 這個是GTR3上來的 但是走去前面又是Sephyro 唉···如果我要 把後面弄回原裝可以 不過叻··· 哎呀,我覺得還是不要浪費那個budget OK 原裝Sephyro的bomper是到後面那一邊 所以,我買整個Sephyro的body kit也沒有用 不能夠裝 來,我的引擎 盤子要換,然後這個 WAR cover seal也是要換 好,今天 好,今天 好,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E-Wei-Seng 再趁這個2JG NA 改Turbo的這個影片裡面,來跟你們 上一點點的課 不知道你們追蹤我多久了啦 不過我覺得有些東西它就像月經這樣子 你每個月,你隨時隨地 無時無刻,你都要提醒 有些東西就像你要每個月再講一次再講一次 人家才會記得啦 現在 我手上拿的這個就是 從我的2JG NA那一邊拆下來的head gasket 你們每次載很多 Villa啦,Satria啦,還是什麼車啊 後面那個bomper看到這一些 沒有啦,那個不是啦 這個我給你們看一下它是不是很薄 OK 那Turbo的是怎樣呢? Turbo的Tome head gasket 看到嗎? 這個在影片裡面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的對比啦 你看這個Turbo的1.2mm 本來我是想要買1.5mm的head gasket啦 不過我覺得不用啦 看這個 它就是一片薄薄的鐵罷了 估計這樣子應該0.5mm 很薄 OK? 再看啊,薄薄了啊 再看這個 看到嗎?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啊 Turbo的車要買比較厚的head gasket 就是這樣子啦 你要讓你的引擎 啊,操作低一點 操作低一點 你操作低一點 你就比較容易拿到高一點的boost 是! HICOM也是可以玩 它的反應很好 不過 當你可能要去到HIGH BOOST 可能1.5 bar的時候叻 這個薄薄的一片東西啦 它就沒有辦法頂到那麼HIGH BOOST 所以它就會破 OK? 因為這個薄薄的東西它根本 抵擋不了Turbo的威力啦 你要Turbo的話 head gasket 最好啦 如果你們有預算啦 最好是換掉它 我相信 這樣子啦 這個Gasket啦 如果Block on Turbo在我的2J 0.5,0.68是沒有問題的啦 不過我要超過嘛 所以我就乾脆買 一個head gasket 這位才老闆叻 他也是有幫我拆這個head來看 很幸運 我的這個head是飄飄亮亮的啦 然後 我現在要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2J NA跟Turbo的油泡有什麼分別啦 那這一邊 我也是要跟你們講一些我所知道的啦 上面這一個是2JZ GTE的油泡 然後下面是NA的油泡 那你們看得出有什麼分別嗎? 給你們10秒鐘的時間 2 3 4 5 6 好啦,60秒啦齁 其實它的分別 就是這一個東西 看到嗎? 它這一邊是可以給你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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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就沒有啦 這個就是跑 簡單來這樣講啦 太詳細的我就不知道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就沒有辦法找到什麼 這段階比較深奧 沒有這個的話 你的電板就沒有辦法搞 häufig 我相信這個東西 只有 arrival 或者是真正 representatives 那個車的原作 你說沒有這個 不會 所以我就很容易找到這個 2J GTE的油泡 據說,1Z GTE的也是可以用! 好像是一樣的啦,我不清楚啦! 你們知道的話,留言告訴我一下! 老闆也是有跟我講,有兩個Piston 因為盤子沒有鎖鎖,所以有生鏽 不過,基本上還可以清理掉! 還有一個,猜那個油盤的時候有發現, 有幾顆我是沒有在的啦! 我猜啦,應該這一個引擎的油底盤是 這個油盤有被賣過,有刷過 所以他們就隨便鎖幾個螺絲,然後蓋回去 In progress! 還有很多東西要裝啦! 這個1000cc油嘴啦,Super Damper ATI啦 還有Head的這個ARP啦 其實也是有很多東西要換啦 反正是一次過,換掉了 做喺裝上的東西,他們也有很多東西要用的! 應該要不要走,但是大家也會在地面部分 但是他們也會有很多東西要用來 接著,要不要走,或者試打到 可以不要走,再碰撥 內湊開到 然後這些東西要去解釀 胡子不可能去解釀 好,你可拿去刀 不是先随ivol meta 天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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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JS英雄波波羅公坊 他在這裡祝 許惟勝的粉絲朋友們 完成了 路途上驅快 Y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